大家都知道二手手机现象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像我们无锁的13 Pro我们来货3000多 卡机的14PM来货的话也才4000出头 那么如果说这些机器在买回去之后 如何检测这些手机有没有暗并呢 我是小杨 今年的话是我卖二手手机的第八个年头 从名不经经经传的小微博客 到自己开公司 运营着百万粉丝账号 每天经过小杨手上的二手手机 没有200台 那至少也有小100台 今天小杨就从我们2000台库城当中 随机抽取一台给大家作为演示机 我们可以看到选一台这个版 国航的13PM128G内存的量级橙色 这次他们家的报价是4799 拿到手机的第一步 先看一下外观橙色和一些基础功能 看是否与商家描述的一致 接着就是屏幕上按住这个APP图标 四周滑动检查屏幕有无断出的情况 第二步就是打开语音备忘录 随便讲两句话 观察音频线是否有起伏 这一点的话也是为了检查手机的送话功能 第三步的话 打开面容ID和密码 检查面容是否能够正常录入 如果说面容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 那么大概率这个机子 有可能是重摔锅 要不就进水锅 第四步的话 在检查这个前后摄像头 用白不遮住 查看一下有没有水印 有没有发灰的情况 那么从eBay进切换到最高焦段 接着点开这个拨号界面 我们看一下检查通话时候 这个光线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那么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 恭喜你入手了一开 性价比提高了二手手机 对吧